参加 我早就说过 这些小鬼子不是cos 值被 不好对 对 但是不管他们怎么样 我想 也不该这么轻易地 到了我们的第三道房间 应该是 天队 海悠克 我们内部的自己人 二爷 先买枪放了 刘大主让我带你回去 带我回去 到了这个份上 我回得去吗 吴国明 正好 今天没外言 你告诉我 你到小青山来 到底要干什么 你骗得了我大哥 你骗不了我 你别跟我到这儿来干什么 二爷 再这么着 你也不应该 给日本人做事 你到我们小青山 是回小青山 我是在拯救 所有小青山的人 你没自卫跟我说这话 苏聂齐 苏聂 进来 不 Ya 你兔子还 快 过来 就 过来 上 上 上 晚 上 上 下 上 上 下 上 下 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老三 跟你没关系 二爷 和我们回去吧 你没得学习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来 再来 אתה 你没事吧 受伤了吗 我没事 幸亏他们及时救了我 日本人很娇猾 但是受你们更棒 要不然我就回不来了 好 那赶紧回屋休息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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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小姐 你给我让开 小姐 让人 小姐 大当家吩咐了 任何人不得入内啊 任何人 我是任何人吗 小姐 你就别为难我们了 今天老爷 还在生气呢 谁啊 没事吧 没事 我和慈戴亲人 见着我 管着弯一坦绕着我去 不不不不 你不吹牛会死 对不对 对 老大呢 你要是再进去 跟他吵起来 那老爷更生气了 进进 立峰 我要是被咱们抓回来 现在在里头呢 我不知道我爹 会怎么处置他 我想进去看看 你千万别说 你要去的话 只会惹祸 要是把你爹逼起了 真没人劝得住他 三叔在里头 想让三叔 能够帮到二叔 静静啊 这件事情 因为日本人 想把架怀特而起 现在怀特没事 想必你爹会念旧情 放逾二叔一马 但是 要看见二叔的认错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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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我没错 错的是你 本来我们小青山平平安安 自打胡克明上山以后 把小青山闹成什么样子 我这是在小青山 找一条活路 日本鬼子 本来对我们小青山 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现在是要除之而后快 大哥 你糊涂 你不应该相信一个外人 那你就该相信日本人 日本人答应 让我们回东北辣江 二哥 日本人是在利用 他们干了多少 伤天害理的事 你怎么相信他的鬼话呢 宝儿 我问你 咱们三个当初离开东北军 是为什么 不想中国人打中国人 那现在呢 你现在勾结日本人 你知道日本人和中国人 有不共戴天之仇吗 我没忘 我只想回东北老家 错了吗 错了 回东北老家 谁不想回东北老家 我也想回东北老家 雷大还也想回东北老家 这小青山上上下下的老人们 都是东北人 全都是东北的种 回去 怎么回去 要大回去 踩着鬼店尸底回去 那才叫做 那才叫一听还乡 拿什么的 就我们小青山吗 就我们小青山吗 大哥 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东北军了 我们也不年轻了 我们都老了 大哥 我是为小青山 再找一条活路 我这样做错了吗 错 你就这么找活路的 这么些年来 你一直是一条响当当的汉子 可你变了 真的变了 你变得我都不认识你了 变得不是我 变得是你 你现在变得听不进去 我们这帮兄弟的话 只有那胡克敏 你也不认识你 用一个美国人 能换了小青山上下 所有兄弟的命 这有什么不止 这有什么不好的 只要我们哥儿仨 能够回东北老家 什么事我都能做得出来 行了 你一口一个 回东北老家 好吧 从今往后 咱们兄弟输途 各走各的路 不 你走吧 这箱子钱你带走 勾你下半辈子养老子了 大哥 你不能这么做 咱哥仨是拜把兄弟三十年了 二哥说得没错 咱们都老了 二哥他想落叶归根 大哥 难道你不想吗 想 我能不想吗 我能不想吗 可是再想也不能做韩奸的时间 我没有这样的韩奸兄弟 二哥 你又不用念及兄弟情谊 如果你觉得我错了 你就处住我 如果你觉得我没错 你就把那个美国人交出去 那你现在要把美国人交给了日本人 你不得仇严 你只是公司 你不得仇严 你又出了 你不得仇严 你把美国人交给跟她的补严 你不得仇严 我对不仇严 你也不和我 我让她的完全没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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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孙政展 孙政展 这件事情 也不能完全怪你啊 都怪孤独的那般人 太难成了 尤其是那个何可敏 大家都听她的 这就说明 她就是突破员 好了 这件事你别管了 你的信封已经暴露 在县城里 安心地救下来 等我什么时候拿回王海镇 你 还是做你的镇长啊 啊 多谢司令 多谢司令 以后 有什么需要我的 尽管丰富 尽管丰富 去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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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海镇的脚丰富 将来还能使用 现在我 王海镇的 阻护 国军有什么动作 第一次掌握 还能够 前后还在山上 任何大事都能够 未成朝雨一清晨 客舍清清 六色星 劝君更敬一杯酒 西出阳关 无故人 这首宋元二使安息啊 是作者王维 送别即将到西北边疆的朋友 所做的离别式 鉴别宴会之际 二人互敬一杯酒 场面壮而不碑 充满了豪气与壮气 林老师 该下课了吧 高老师 找我有什么事啊 谁找你 我是找些些孩子们的 高老师真是明摆着 中午凌风抢学生啊 我是为了保住你的饭碗 讨好你的学生 来 孩子们 吃枣子了 来吧 都来吧 别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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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碗 我都有 谢谢 是我的 来来来 这好吃 好吃 谢谢 赵妃 我去一下 老三 老三 老二的事 你怪你大哥吗 我不怪大哥 是二哥一时糊涂 大哥 二哥跟在这么多年 他怎么就 老三时糊涂 老二的后事 风光大脏 毕竟是自家的兄弟 我对不起他呀 大哥 你别说了 我心里都明白 人不能带走 老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事儿得查 得查 大哥 这事儿肯定跟孙延期有关 他俩平时来往密切 孙延期 同日的信件 就是我从他家里翻出来的 证据确凿无疑 只要找到孙延期 竟能搞清楚 事情的来龙去脉 无论如何 你都必须把孙延期找出来 就是挖地三尺 也得给我把他揪出来 你也得倒啦 你也得害人 跑好 大脏 无论 你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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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可敏 可敏啊 无论你上山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 发生这一幕 我觉得最不愿意 看到的就是你 这人死了 莫处难辨 但是这件事情 绝对不会一片二爷的死 而就此中间 你别那么消沉 现在不是你喝酒的时候 二爷死了 最难受的人就是清晴 他需要你 谢谢 老爷 三爷 我查看了一下 二爷留下来的账目 还有几笔生意没处理 我自己不敢做主 还请老爷定夺 老二做得太匆忙 这账目上的事 就暂时交你贷款吧 应该的 你做生意十八好手 老二生前 手上也有些生意 你也把它都接过去吧 是 老爷 我一定不会辜负老爷 对我的厚望尽心尽力 依报老爷收留之恩 还有 扬州最近有一批货要过来 前段时间 一直被鬼子纠缠着顾不上 最近这货就要到了 一定要伤心 这事很重要 我知道了 请老爷放心 那我先忙去了 那我们什么事 你们都收到的 我还要不留一个呢 我们也要不留一个 因为我们都要开始 其实就是一旦 你不得了 你也得了 谁还要不留一个呢 我们也就要不留一个 对ある第二个 也有什么地方 不忘了 我知道啊 你怎么能给你 我勸你 但如果我不上小先生 就所有的一切都不会发生 对不起 老三 这战独 是不是该想起什么 真是好顿顿 二叔就这么美 人事不能够收 有一天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人都有意思 都会犯错误 但又死得值得 死得起死 二叔选择自己面对人生的方式 胡克明 你能打能杀 一身的本事 会说英语 又认识外国人 知道的事情那么那么多 我真的看不透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有一天 我一定把事情的一切 全都告诉你 是 我 疯 我 你 我 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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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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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斯 我们虽然成功地 救出了怀特先生 但敌人的目标 已经非常明确 随时可能发动 下一轮的进攻 所以我们后面 二十四小时 要轮流戒备 他奶奶的 这帮小日本来头不小啊 咱俩真跟他们交手 占不到什么便宜啊 再难啃的骨头 我们也要啃 老虎 到 去跟高飞说一下 现在山寨的形势不明朗 催一下怀特先生 让他尽快完成 刊作任务 是 你是指山寨里还有日特 一定有 所以 不能让敌人有可乘之际 这是您的药 谢谢沈老板 我娘喝了这药 身体好多了 谢谢 不客气 记得按时来取药 好 慢走 好 我想请你帮个忙 请 沈阿 我出去一趟 店里交给你了 从这边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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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我来 好 孙政长 玩两码 来 兄弟们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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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 放 好 来 来 放 放 大 大了 来 来 来 我说谁愿意 跟我到银城楼去喝几杯啊 不是 孙政长 这黄军 让你在这儿比风头的啊 你还是少在外抛头露面了啊 对 兄弟们 压 这头发都是红星天下 好怕谁 孙政长 既然知道黄军说了算 我看你啊 还是按照黄军的吩咐吧 来 压压压 压大压大压小龙小 压压压厉少 好 看好了 包括队长 外面有个女的要见你 女的 谁呀 一个姓沈的女的 开药材铺子 说是你们认识 姓沈的 认识认识 让她进来啊 是 别过来说啊 以后的嘴啊 给我颜色点啊 好 收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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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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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小子 不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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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坐坐 秦老板 您怎么有空来找我呀 有什么事 是不是我的手下 有骚扰到您了 没有 承蒙您孙队长关照 还有谁敢去找我麻烦啊 我原本是想来看看雪梅的 她的东西货到了 想给她送过去 但她没在家 你可看 沈老板 这多不好意思啊 这点小事 还让您沈老板 亲自跑一趟 沈老板 以后有什么事 进来来找我 咱们 就算交个朋友 队长 找你的电话 谁啊 反不反啊 是 是黄军找你 黄军 沈老板 真不好意思 您先喝点茶啊 孙队长先忙公务吧 行 我去就来啊 您 您 您这不是 是 孙队长 孙队长吧 这么巧在这儿碰见您了 我沈洪玉 杜老板的老婆 对 我认识您 我也记得您 我丈夫生前跟您做过买卖 你还在做买卖 对 哪一行 药材 也就这个 利润还大一点 是啊 是啊 您看我在旺海镇 就一个很大的药材铺子 这些年啊 一直生一时不错 孙队长也做药材 那您听说过 白家老号吗 白家老号 对啊 这谁没听说啊 京城的百年老字号 玉香当当了 是的 前不久 原本有个商机 但人家要求也高 我那点本钱达不到 可惜了 多好的一条生财路啊 来京 需要多少资金啊 怎么 孙阵长您感兴趣 我对赚钱的事啊 一直有兴趣 那这事啊 咱们得找地儿好好聊 对 好好聊 好好聊 今天晚上迎春楼 我请客 好 那咱们就迎春楼 好 迎春楼 好好聊 好好聊 旅程楼 这很快 包子也肚子 皮毛剑多 包子也馒头 来 大爷里边请 里边招呼他 大爷里位 来 大爷里边走 里边请说三位 里边招呼他 客官 菜来了 来 你来 来 你来 来 小爷招呼他 这两位 来 大爷里边请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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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镇长 你来了 你来了 老规矩 明白明白 老规矩 快 快 快 张孙镇长 快 你回去呢 好 好 好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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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 今天菜来得才真快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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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爷 不许了 三爷 您您您您 隋言启 我二哥 是因为你而死 生什么 生什么 要不是你 我二哥也走不到这一步 什么 今天 把这事跟我说清楚 我就让你去给我二哥 当陪葬 不不不 三爷 您误会了 误会了 这一切呢 都是由国军派的特备员 上了扫青山 这日本黄金带 要搞清楚 美国人在望海镇 有什么目的 休点什么 好 好 不是 不是 这才逼得二爷去搞绑架 如果二爷他不去 那黄金就要泄起小青山呢 如果二爷听了他们的吩咐 那黄金可网开一面 让小青山的弟兄们 全部回东北老家 与家人团聚 说的屁股 谁是特别 严 山洋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呢 也是为了望海镇的乡亲们 不说日本炮火的千蕾 我 我 我才替他们做了一件事 其实我心里那些 根本不想给他们干活的 你要相信我真的呀 二爷 我对不起二爷 我二爷 我对不起二爷 他娘的这个孙元姐 上了毛房就跑了 他娘的老子还没吃饭呢 还去找他 颖春楼 走 看看去 走 是 豪姐 我们还去吗 必须得露面 走 走 走 你来 我这么慢啊 你尝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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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玺姐姐你哪儿请 快 快 王老娘 亲家长事来这儿 不不不 我这回 一二爷呀 我这回 三爷 我等你了全国去 上楼吧 孙玺姐姐 你给我听着 你给我赶出一声 脑子一枪 不不不不 带走 喂 孙玺姐姐 您吃好了 我们哥几个为了找你 跑了大半个城 兔子还饿着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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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几个干什么呢 有两面证吗 两面证 走走 走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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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逃避人 你好 孙长 怎么回事啊 哎 哎 哎 牛啊 疼死我了呀 叫扶孙这儿 来 疼死我了呀 慢点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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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曾先生啊 这大半夜的 您不休息到这儿来干吗 你们真不愧是一伙的人 都喜欢吓唬人对吧 吓唬您了 对不住 有什么事吗 吓忘了 没事 您慢慢想 别闹了 这不 山上温差大 我怕这外国朋友受不了 送穿被子过来 拿着 够细心的 这段小事还让您亲自跑一趟 应该的 那本来是二爷管的 这不二爷走了吗 都轮到我了 以后有什么事生活上的 找我 让曾先生费心了 没事 那 那 还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 那 那我先走了 你们赶紧休息啊 那个 以后别老吓唬人 我又不是坏人 知道了 我尽量 我尽量啊 怎么了 没什么事 刚才曾先生来过了 说天气凉了 过来送上被子 好 谢谢 好 谢谢 老爷 我尽量了 你走 卖 你是自己的 我又ヤ了 我觉得我呀 他现在你啊 我说跟我爹 金城龙读治了孙元祁 结果撞上了伪军 双方打了起来 还好我们撤得快 这是日军关了城门 我们一时出不来 今天才找机会溜出城的 那孙元祁呢 我生间温暖的阳光 我期盼世界远离战火 和平的周末 在耳畔脚下 天亭剑套过武伤 无情泪泪的创伤 那亲手中的高将 走上沙的大汗场 正天同胜华的剑 刺头飞烟的胸膛 为了民族存亡 万剑十多难 当天亭的地盘 习惯山河的力量 走上河在山河 如伦你我来自何邦 无论你我不同信仰 万其烧地旧是生命 无论主旗干年长强 你用牺牲无伤同梦 无论好多怎该迷惘 通话民族热血而冷 无论民族不许几样 不许几样